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远近快评 我是唐靖远 今天又到了周六了 时间过得非常快 那么按照惯例 我们今天应当是主要和大家来进行互动问答的这么一个时间 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这个做法延续 就是说先跟大家快速的把今天的几条新闻的热点和大家来更新一下 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又看见了这样的新闻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中美战机爆出来在南海上空 发生过这种缠斗的一条新闻 其实这条新闻呢 它是围绕着布林肯访华的一条后续的新闻 布林肯这次访华呢 它实际上是中美外交之间一场博弈的一个集中的战事 就是双方都使了很多的手段 中共这边美国那边就不用说了 是吧 有很多了 我们此前和大家节目就已经提到过 我们先说今天重点说说中共的三大动作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布林肯前脚刚走 刚刚结束访问 党媒央视呢就紧接着就报了一条 这个曝光了一段这个视频画面 这段视频画面它显示呢就是 中共的南部战区的海军 两架这个歼11的这个战机 在南海的上空曾经遭遇了美军四架F-18 就是很有名的叫做大黄蜂的那个战机 那么当时双方在空中就出现了一个交锋的缠斗 就是近距离的格斗就这个意思了 但是甚至这个共军的这个飞机呢 他们自己都说是曾经遭到了这个美军飞机的火控雷达的锁定 就意味着其实美军已经完成了开火之前的最后的步骤了 那么这段视频它是来自于就是央视所发布的 叫做一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呢叫做 《奋飞向战的海空列手》 就向战就是战争战斗的那个战 那么这个纪录片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海军航空兵啊在当时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绝不后退毫无畏惧 然后最终美军的飞机呢就只好是灰溜溜的飞走了 就是这个成功的把他们驱离了 展现了这个中国军人的血性担当等等等等 这条新闻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也看我差点笑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照我看呢 这是非常经典的叫做 一卡脖子呢 他就翻白眼 一松手呢 他就开始吹牛逼 就是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中共的一条新闻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有提到了 就是中共自己的在这个片子里面 他都已经承认说是共军的飞机呢 这个被美军的飞机已经是用火控雷达给锁定了 它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如果说打一个比方啊 就是说如果说双方是过去是拿着箭 是吧 再比武的话 被火控雷达给锁定 就意味着对方的已经一箭封喉 那个箭就已经架到你的咽喉这部位了 只不过最后没有切下去 那么当然毫无疑问 如果说是比武 这就是属于点到为止了 对吧 就意味着对方已经明确告诉你说 你已经死定了 我已经肯定赢了 我就收剑离开了 那么在这种时候 你共军说什么 你永不退缩 那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啊 我觉得这样站在美方这个战机驾驶员的角度 他就只能这么想了 说没见过这么不知羞耻的 还要在这死缠难当 你早都已经完了 如果是真要开火 你早就完了 什么 你哪还有什么 你退不退锁的问题 所以呢 实在是你要继续在这玩 你就在这玩吧 我们自己 我们就离开了 我们自己走了 你自个儿在那自嗨吧 因为这种空中的蝉动 它一定有一个前提 只可能是在这种就是国际水域 也就是在公海的上空 那么它就不存在说什么 我驱离了你 你驱离了我 这不是谁的地盘都是公海嘛 是吧 所以呢 美方呢 可能就觉得很简单 我们这个一番比武下来 我已经是赢了你了 你应当明白了 所以呢 那我就自己就走了就完事了 就这么一回事 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殲-11这个战斗机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来头呢 可能稍微对这个军事装备 比较熟悉一点的朋友都知道 它其实来自于当初俄罗斯支援给中共的 叫做苏-27SK的 是这一款飞机的一个国产版本 中共拿过来的 其实也是山寨抄过来的 说白了就是 它的名声其实是比较差的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中共现在把它这个殲-11吹得好像是上天入地 特别的牛 2019年那个时候 中共和泰国空军他们进行演习 当时泰国空军使用的是JAS-39 也就是从瑞典进口的叫做英诗战斗机 双方进行了一个演习 演习的结果是让所有人都很震惊 泰国空军就驾驶的英诗战机 当时是以4比0完胜这个殲-11 而且还不止于此 我还看到有两个数据 就是一般人可能还不知道的 就这个英诗呢 泰国空军它是在超过31英里的 就是这种试距外的作战的话 是10比0 10比0 就是殲-11被击落了10架 而这个泰国空军战机呢 是就一架都没有损失 而且在4天之内呢 也是驾驶这个英诗飞机的泰军飞行员呢 已损失了9架的代价 模拟击落了41架的殲-11 就是这个可能它既有超视距的这种较量 也有就是在近距离的空中的缠斗 所以呢可能对这个泰军飞行员来说 他们也会有损失 但9比41这个比例也不低了 而且在这个19英里以上的这个距离之外呢 它达成就是泰军达成了88%的杀伤率 而这个中共的这个殲-11呢 就只有14% 这个差距可就不是一点两点了对吧 所以你说中共我就说 它是一掐脖子它就翻白眼嘛 就是这么回事 你要跟它来真的 你发现它是特别的不警打的 当然我觉得中共它为啥在这个布林肯 就是刚刚才一走出 它把它放出这段这个视频 它当然就只能够说是去 就是麻醉一下 或者说去这个欺诈一下 这些不懂不了解军事装备的这些老百姓了 对吧 我觉得它还是有意思的 它是有意义的放出一个信号出来 意思就是说 虽然我的飞机不如你 它自己都承认了嘛 被对方的这个火控雷达给锁定 但是呢 我们是不怕死人的 它特别强调了说是吧 绝不畏锁啊 什么这个我们已经做好牺牲准备了等等 其实它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我觉得对美国 尤其针对这次布林肯来访 它要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我不怕你美国制裁 我要跟你奉陪到底是吧 死缠难打 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说白了吧 也就是因为 它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 这次布林肯的这个跟会谈访华的这个结果 可以说就是我跟大家说 其实它等于是谈崩了 是这么一个 这是就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中共所做的呢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太注意到 就是哈马斯和法塔赫双方在布林肯与这个习近平会晤的这个同一天 在北京他们来进行会谈 那么可能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很多媒体啊 包括官方的说法呢 是说他们哈马斯和法塔赫为啥都到北京来进行会谈呢 表面上看的是说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就是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大家都知道这个哈马斯呢和这个法塔赫一直都是互不买账的是吧 法塔赫呢是在约旦河西岸成立了一个有限的自治政府 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在听的在说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其实主要就是法塔赫就当初阿拉法特的那帮人 那么哈马斯呢一直都是控制的实际控制的加沙 虽然哈马斯他没有成立一个说是我是自治的政府 但是事实上哈马斯在加沙 就是在这次战争之前 他对加沙是一种事实上的就是军阀割据的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加沙是给哈马斯所控制的 但现在呢毫无疑问是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看起来哈马斯很有可能在加沙是待不住了 因为以色列这一次是下令了决心 要把这个哈马斯在这个加沙要跟除这个后患 所以现在哈马斯连续的放出了一些信号 比如说他们那个图号是吧 哈马斯的领导人叫做哈尼亚的 他公开有说如果说以色列愿意停火 或者说是答应他们一些这个条件的话 他们就可以愿意放下武器 转为一个正常的政党 然后再来这个商谈这个巴以和平的问题 包括这个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 那他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说哈马斯真的是在被迫无赖之下 是不是 他为了活命 其实他主要是为了活命 因为他可能想要说我们转为一个和平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政党了 我们就不再搞这个恐怖活动了 那么他就必然涉及到要和法塔赫怎么来瓜分权力 双方怎么来组建政府 他会涉及到很多相应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我觉得习近平他特意的安排哈马斯和法塔赫 在他和布林肯会谈的同一天在北京来谈 把这个消息就把他放出去 毫无疑问这个就是有意识的向美国在展示他手中的一张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哈要想停战 包括在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等等很多重要的事物上面 中共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意思就是当然作为一张牌了 你要想制裁我 你要跟我们来斗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我手里也不是没有牌的 对吧 你要是在那边给我制造麻烦 我可能就在这边给你制造麻烦 其实就这个意思了 第三大动作呢 就是是路透社提报的 路透社呢 那个发表人员报道说 发现中共啊 他们允许了一艘名为安加拉号的这个货轮 这艘货轮是属于俄罗斯的 它是在有这个刚刚从朝鲜 这个进口的一大批的这种武器 居然他就为了躲藏 停靠在了这个浙江周山港厅在这 因为这些呢 都是那个卫星啊 啥的都是看着一清而楚 什么都盯着的 这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 这个美国国务院呢 就这艘货轮说 它已经违反了国际制裁的这个问题 要求中共马上要给出一个解释 而且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呢 还公布了这艘船的一个卫星图像 这条新闻它其实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就比较敏感 就是说大家都可想而知 在布林肯在访华期间 中共他就连装装样子 他都不想装 他一点都不避讳 按照正常情况说 你布林肯正在访华 而且谈的就是说 主要谈的就是你中共去支持俄罗斯的这个问题 那在这种时候 一般都觉得说 中共是不是收敛一点是吧 至少这段风头不要这么干嘛 你看他一点都不避讳 他直接就让这个船就停在那个浙江的州山港 明知道天上卫星 这个美国这边对这些是盯得非常紧的 对朝鲜和这个俄罗斯之间的武器交易 那他知道肯定是瞒不了的 他为啥都一点不避讳呢 他照样该干嘛就干嘛呢 其实我觉得他就凸显出来了 说中共高层他们早就清楚 就是这次布林肯要来 想要来谈什么话题 他们可能也是早就是有了预案了 他就早就下定决心 就是他肯定是要跟这个俄罗斯要联手 要中俄联手去对抗美国 他要把这件事情要干到底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我很肯定的跟大家说 我判断了中美之间其实是谈崩 当然这种谈崩呢 他倒不一定是我们所 通常理解的说是 双方大吵了一架 这种大国博弈啊 大家互相之间这种外交博弈 他不会说这个脸红脖子出的 在这个现场他就大家就吵起来 不会这样子的 但是呢他会以非常外交的语言 明确明确的告诉你 我们该说的什么话 说到什么程度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大家要看 其实就是要靠实力来博弈 实在打到最后了 有必要再谈了 那么可能大家又再坐下来继续谈 他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过去的冷战是这样 现在的冷战 其实也是同样是这样 说到这呢 我再跟大家补充一条新闻 就是布林肯这边 其实动作也是不少的 大家都看到说 布林肯刚刚才结束了 和习近平的谈话 人还在北京呢 还没离开 他马上不就举行了一个 记者招待会吗 而且就公开说 针对这个中共军援 俄罗斯的问题 说中共如果不解决 我们要来解决 这个话说的就已经非常硬了 可以说是一句狠话了 然后呢接下来还 就是布林肯还做了一个动作 同样的还在北京的时候 他就接受了这个美国 这个CNN的一个专访 在这次采访之中 他就可以说是爆了一个猛料 什么猛料呢 他公开说 有证据显示呢 中共试图影响 甚至可以说是干涉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说这番话呢 是有一个背景的 这个背景就是 今年2月份的时候 其实美国这边 有发布了一份解密的情报 这份情报呢 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这个中共的影响力活动的 复杂程度提高了 就是对美国大选啊 的影响力的活动 包括说他们还使用了 深层式的人工智能 而且呢还警告说 这个网络上呢 中共在积极的利用 感知中的美国社会 分歧的努力日益增多 这些当然都是外交辞令 其实说白了 意思就是说中共利用这种社交媒体 不断的在挑起美国社会的这种阶层对立 社会矛盾的加剧等等 就在干这个事儿 同时呢 也在利用这个就是社交媒体等等呢 在增大对美国大选的这次的影响力的这个活动 而且这个他说复杂程度增高 意思就是中共可能还采取了不止一种手段 有多种手段是吧 立体式的非常复杂的一种形态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大家想想布林肯他还在北京 刚刚和习近平才谈完 他就来接受专访释放这么一个猛料 什么意思呢 大家要注意刚才提到有一点 他说中共是影响和甚至是干涉 其实他用了两个词 一个是影响一个是干涉 那么这两个词他应当是代表着不同的含义的 照我的看法 就是说影响美国大选呢 可能他只是通过比如说这个舆论啊等等这种方式是吧 来施加影响力 他是比较间接的 但是干涉呢 可能就不一样了 干涉他应当是指中共已经有了一些具体的干涉的措施 比如说出钱去资助某个候选人 或者说是去这个买选票 或者是有其他的 总之他应当是有了非常具体的 在直接的干涉到这个美国大选的一些措施 而且是被美国这边已经拿到证据 布林肯明确的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证据 拿到了证据 所以呢 我觉得他为啥把这番话说出来呢 当然毫无疑问对中共是一个警告 意思就是你要再不收手 你现在毕竟距离这个大选还有一段时间 但你要再不收手的话 可能美国还要继续进行制裁 可能要有相应的这样一些手段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呢 我觉得他释放出来一个信号 就是可能他们这个拜登政府 现在他们看到的证据显示呢 中共可能是觉得对拜登不利的 就是中共做了很多干涉大选的事情 其实对拜登不利 说白了就是在暗示说 中共可能想要把林肯 把这个川普换上来 于是可能怀疑啊 中共内部有可能已经做了一个评估 说可能也许跟川普打交道比 跟这个拜登打交道 可能日子还要稍微好过一点 虽然两个人都知道 其实不太好对付是吧 川普在任的时候 跟中共也是打得昏天黑地的 所以呢 但是至少我觉得中共 他现在就是这样 他觉得你现在就你们两个人 那可能就两个人之中 选了一个稍微可能好对付一点的 他可能也许是出于这种想法 当然川普是不是真的就比拜登 更好对付 我觉得这个其实要花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个人看法 但是呢 就是站在中共的角度 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去理解 或者是这样去看吧 所以因为如果说中共干涉大选 影响这个美国社会这种措施 如果是对拜登有利的 我个人认为可能拜登就不太可能会 把这个消息把他给拿出来 还做出这么一个严厉的警告了 对吧 他也完全有可能就 即便说他要防止这个中共 真的是联想大选 他可能私下里就做了 他不会把他这个话 这种话题 把他给公开的给曝光出来 对吧 好的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 第二条比较这个受关注的新闻 就是有这样的传言 网络的传言 传这个江绵恒父子都被抓了 就是江绵恒和他的儿子江志成 这两个人 这个话题呢 说起来就比较敏感 很多人觉得 哇一听这又是什么 这是不是又是哪个听床师的 对吧 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消息的真假 他究竟怎么说的呢 在和大家讨论之前呢 我们在这里稍微的卖个关子 我们暂停一下呀 给朋友们先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一直都在合作 也一直在推荐的这个 南美优品的这个平台呢 他将在4月25号到5月20号期间 他就联合了很多的品牌商家呢 举行了一个让利的活动 是母亲节的促销活动 而且据说这次参加这个活动的 这个产品的价格比黑五啊 都还要低的 所以呢 有这个想法想要给你的家人购买礼物 那母亲节快到了 还有就是想要借机来囤一点货的朋友呢 不妨你就点击我们今天节目描述栏的链接 到这个南美优品这个网站去看一看 南美优品呢 可能也会通过这个邮件呢 给大家来发福利 所以大家呢 你也可以订阅他们的邮箱 大概就是这样子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耐心了 我们就回到刚才提到江连恒父子被抓的这个传闻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 他是在4月25号就是两天前 原中共海军司令部的参谋就是姚成 他就在这个社交媒体在X平台上面就发了一条这个帖子 他就来爆料 他说这个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参加江泽民的葬礼后就被控制了 最近江的儿子江绵恒据说又参与了军方反习的阵营 因此父子二人近期已正式被抓 因为涉及到军方政变 所以由军方办案 目前被关押在北京昌平区莱广营的总政看守所 就是这么一条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他的真假如何 当然肯定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比较不太相信的 就是看下面的这个留言网络 我个人觉得呢 首先第一个 我也是觉得有几个疑点的是比较存疑的 第一个呢 就是他提到说这个昌平区莱广营的总政看守所 其实我们查了一下呢 就是发现这个莱广营 其实他应当是属于北京的朝阳区 他不是昌平区 还有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沙河总政的看守所 他其实是位于北京的丰台区 他是在另外一个区 而且总政这个部门 我们知道他早在2016年 就是习近平搞军改就已经给撤销掉了 是吧 所以听起来感觉这个有一点 就是怎么还在称呼说是总政看守所 他肯定名称应当已经变了 至于说对这个呢 我倒觉得说不完全排除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社会上 他们有时候称呼一些机构 称呼一些单位的名称 他会可能会沿用过去的名称 就是虽然这个单位 这个机构 他已经都改名了 他的编制都已经发生了变动 但是呢 这样大家可能都 就是过去称呼 已经称呼成为一种习惯了 所以呢 他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虽然这个机构 我自己是亲身经历过的 具体例子我就不决了 就太多了 但是我自己是亲身经历过的 就是大家因为过去说了 这个某个机构的名称 已经说了好多年 都说成习惯了 虽然他其实已经改了名 但是其实大家谈论起来的时候 还是会继续称呼他原来那个名字 但是至少就说 看起来呢 这个爆料他提到的这个地址 这个问题 好像是有一点点这个出入 是吧 第二个这个我觉得存疑的地方呢 就是 我们其实去查一查过去的新闻里 就会发现 早在2022年的12月 当时一度网络上 也就有过这样的传闻 说在12月17号的凌晨 说江志成在这个上海康平路的大院 就被这个中央军事检察院的特警 就把他给抓了 然后直接就押附到虹桥机场 然后就送到了北京 说这次行动呢 是直接是由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张又霞亲自指挥的江志成 当时是被送到秦城去进行关押等等 这个说法呢 也就是说他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会看到 就说这个江志成落马被抓 他早在这个一年半差不多 2022年的12月 就已经有过这样的传闻 但是之后呢 没有看到有任何的动静 我个人其实在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传闻看起来不太可信 就不太靠谱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第三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存疑的地方呢 就说我刚才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说第二个存疑的地方 此前传闻的江志成被抓呢 你会看到和这次传闻说江志成被抓 有一点点相似 不完全相同 有一些这个细节是不同的 但是看上去大体上有点相似的 所以你也就不排除说 这次的这个传闻会不会是上次那个传闻做了一些变化 然后呢又传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子 第三个呢都是我们都知道 你按照官方的说法说 这个江泽民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他是2022年的11月30号嘛 然后在12月的6号给这个江泽民就举行了追悼会 那么大家想想距离我们今天呢 已经差不多快接近一年半的时间了 也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江志成早在那个时候 他回来参加江泽民的这个追悼会之后就被抓 到现在他已经抓这么长时间 抓了接近一年半了 真的是消失了一年半 那么无论如何 我觉得以中共现在的这种网络环境 和他那个体制内这么复杂的矛盾 肯定会有这个很多的风声早就应当要传出来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除了今天 就是除了前天啊不是今天 就是前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姚诚先生 他在这个X频道上面有这么一个爆料之外呢 好像没有看到有更多的这个 类似的这种比较可信的 这样的一个消息来传出来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对这个消息呢 我是比较持谨慎的态度来看待 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 就是呢这个消息我觉得他也有值得我们这个重视的地方 为啥呢就是我看到姚诚这个消息呢 他和此前袁洪斌 是吧在这个旅居澳洲的这个中国过去的法学家袁洪斌 他呢在今年的4月10号的时候 根据他从体制内得的消息又报了一个料 这个料呢和现在姚诚所报这个料 你会发现他是有一点能衔接的上的 因为袁洪斌他当时那个爆料呢 他就说主要的意思啊 就说这个习近平他本来想在这个三中全会上呢 要彻底的否定江泽民路线的 所以呢就是有可能想要对这个江家 这个尤其是江绵恒这帮人要动手的 而且呢这个他还要想要否定江泽民路线之后 拿出他自己的一个这个习式的路线 但是呢没有想到是因为随后这个什么李尚福啦 秦刚这些都是习近平自己的亲信 接连的出事 包括这个火箭军这个大案子是吧 牵涉了这么多人好几百人 所以呢就让这个习近平他觉得现在暂时 一个是他失去了这种基础 因为你说你要查贪腐这个查这个江家 但是最后发现你自己提拔 亲信他们都是一些大贪腐 所以呢他可能就觉得在这个合法性上面 他可能不太有底气 所以呢按照这个袁洪斌的爆料 就说习近平不得不暂时就把这个三中全会给搁置了 同时呢他这个爆料也有提到了 就说江连恒和这个中共军方这边是有勾连 包括这个就是战略支援军前战支军的司令员 什么俱前生啊等等这些人 和徐中波啦 这些人可能都是卷禁了江连恒的这个关于军方 可能在谋反的搞非组织活动的这样一个大案子 包括李尚浮秦刚据说都是卷禁这个案子 才因此而落马被查 所以呢他就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姚诚这个爆料 跟至少跟这个袁洪斌的这个爆料 我此前在做节目和大家有提到过对吧 对袁洪斌这个爆料 我认为他是比较 我信心里他是比较靠谱的 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所以呢这样看起来就是姚诚这个爆料 和袁洪斌的爆料有一点在内容上 他是有一点可以前后能够衔接得上的 之前呢这个袁洪斌爆料说 习近平当时有点犹豫 要不要彻底的清算这个江架 是吧就是他可能还在这个权衡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从姚诚的爆料看起来 就是他已经动手了 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先后的关系 至于说他是不是真的呢 我觉得呢这个可能的确是需要谨慎一点来看待 因为呢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这个不排除是党内在进行放风 也就是说姚诚他所得到的消息的来源 包括和这个袁洪斌所得到的消息的来源 他们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动机 就我把这个消息呢 真假你都不清楚啊 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他会先把这个风声放出去 放出去什么意思呢 在党内外 他要进行一个测试 试试水 看看我放出一个风声来 我要动这个江架了 舆论反应会如何呀 海外这些反贼们反应会如何呀 党内的这些尤其是可能相关的一些派系 他们会做如何的这样反应 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目的 就是相当于火力侦查 说白了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对江绵恒父子被抓的一个消息呢 我是持一种孤望听之 他们呢这个爆料的呢 孤望言之 我就个人我就只是孤望听之 这么一个态度 我觉得保持这个后续的观察 当然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 其实习近平如果说他真的是想要否定掉邓小平的路线 然后确立他自己的习近平路线对吧 一直他和邓家这两条路线一直都在斗嘛 这个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的秘密了 那么如果他要这么做 我们会发现 其实习近平如果要否定邓小平最佳的切入点 最佳的突破口就是江泽民家族 因为江泽民家族就是闷声发大财的 这个巨坛的最典型的代表 而且呢习近平从他还没上台的时候 他遭遇那个薄熙来和这个周永康那个政变 就是江家背后江派整个派系 他们一手在运作的 包括后来什么孙力军啊 这些可能其实都跟这个 那个江家当时运作的 要这个对习近平发起一场政变是有关联的 也就是说对习近平他 其实从江家入手呢 他就第一个呢从这个经济上反腐是吧 这个是习近平最拿出手的理由 第二个在政治上有这个谋乱 想要这个把这个红色江山要变色 那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口和切入点 这个理由可以说是非常充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江斗在未来他的大的趋势 他可能会像这个中美关系一样 会趋向于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尖锐 所以习近平从这个角度上讲 你说他要动这个江绵横啊 或者是动这个江志诚 在我看来恐怕是迟早的事情 大家说到这 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像昨天一样 我们跟大家来按惯例做一个民调啊 我知道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呢 相信的不相信的 就是说针对着说江连恒父子 有可能被抓了这个传闻 凡是相信说这个他有可能是真的 朋友们你就给回复一个阿拉伯的数字一 你说我不相信 这个很有可能是个假新闻是个假消息 那么你就给一个阿拉伯的数字二 你不需要给出理由和证据 你就直接的给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当然你如果说你要阐述一下你的理由 那就更好 我们就要做一些这种观点的分享和交换吧 好的 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条新闻 比较受关注在今天刚刚才发生的 非常奇异的可以这么说 就是广州突然遭遇到了农卷风 这种强对流天气的袭击 不光是有农卷风 而且遭遇了冰雹的袭击 这个冰雹可不是一般的冰雹 这个冰雹非常大 我看到这个有报道 有这个网络上的爆料说 大如足球最大的 小一点的说 大如人的一个成年人的拳头 这么大 这个龙卷风呢 是出现在这个广州的白云区 据说是 那大家想想又是 大家看到这个图 看到没有 比这个人的拳头其实还要大 你说是一个小足球 可能也差不多了 也就不算是夸张了 所以呢 他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受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就是说 这个这么大的冰雹砸下来 那个车啊 全都给砸 车窗都全都砸穿的 有 那有一个报道说 好多这个厂房 厂房 这个顶棚啊 就是他不是说是那么很坚固的 都被砸的全是洞 是吧 就是这个破坏力相当惊人的 那他的人员伤亡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现在最关注的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共官方这样的一个舆论环境之下 严密封锁之下 现在不清楚 但我就我看法 又是农泉风 又是这样这么巨大的这个冰雹 这么砸下来 恐怕这个人员伤亡情况不乐观的 不仅如此呢 今天是4月27号 对吧 五天前的4月22号 非常奇怪的 北京也是出现了这种极端天气 也是暴雨和这个冰雹 雷电交加的 当时呢 这个北京的居民就说 因为说按照往年的惯例呢 北京它也会出现这种 强对流的天气 出现什么冰雹啥的 但一般都是至少要到七八月份 就是在盛夏的时候 今年居然在4月份出现 北京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就是极其罕见的是头一次遇到 而且呢 就在这个4月22号的两天前 在4月20号 北京的夜空呢 又出现一颗巨大的火流星 一下子下来 就是坠落爆炸 整个天空当时就是都已经全亮了 这个消息呢 其实在当时在网络上就已经引发很多的关注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1976年的时候 是吧 当时就是文革结束的那一年 也就是毛泽东死亡的那一年 当时吉林不是下了一场 这个东北的吉林下了一场这个运石雨 也是出现了三颗特别大的这个运石给砸下来 就是像这个火流星寺的砸下来 就是这三颗非常清楚 结果当年呢 就三巨头 中共的毛泽珠三巨头都死亡 然后这个最后文革就结束 一个时代就暂时就画上了 不能说叫做巨号 但是呢 一个那个文革那个时代 至少是就暂时被这个休眠了 是吧 被封存了 当然现在呢 习近平又把它给重新又给激活了 所以呢 从这个角上讲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中共呢 这些各种一个王朝末日的征兆 在过去历史上历朝历代 其实都是这样的 到了这种一个王朝末日的时候 就是会各种天灾人祸非常罕见的 啥子全都来了 是吧 好 今天的新闻呢 最主要的这几个热点呢 就跟大家就暂时的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呢 我们跟大家再反馈一下 昨天民调的结果 昨天民调呢 还是有差不多 接近1500位的朋友 还是不少啊 虽然是周末了 参与这个民调 就是呢 有28%的朋友选的是1 就是他们认为那个美方 就是他是故意的玩了一把高级黑马 是吧 登出来 就是美国大使馆登出来 那个王毅的讲话 很多听不清听不清 就认为这是故意的是28% 那么剩下的72%的朋友 比例 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 占这个明显的优势 是选择的2 就认为说 就是美方呢 并没有恶意 只是客观的描述这个现场的讲话的实况 那他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吧 当然我跟大家 我还是再补充一句啊 我认为呢 美方他虽然说是 就是我也不认为说 他们是想要故意的来玩这个高级黑 但是呢 美方为什么把他就这样登出来 刊登出来 他还是跟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之恶劣 他其实是一个侧面的反应 是吧 当然具体的这个原因呢 我在节目之中 其实有和大家谈 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这个节目的朋友呢 你不妨去可以看看我昨天节目中 我有个非常详细的跟大家来解释 为什么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大家来 这个互动一下 回应一下 我们进入互动的环节了 我们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 这个朋友 比尔有意思 这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话题 我今天看了好几个播主的分享 你是唯一的一个这么快下判断 谈崩了 我认为你的内容主观引导性太强不够客观 首先我这个非常谢谢这个朋友 就是挺直爽的 挺直接的 没有关系了 就是我呢 我一再说就是说 我跟大家坐在这讨论这个新闻呢 我其实严格意义上 我不是只是简单的跟大家播报一下 我其实是有我的 我的频道都叫做远见快评 对吧 所以我是发表我的评论 也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带于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我跟大家呢 也是分享我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是吧 然后呢 当然朋友们有不同的观点 见仁见智的 我非常欢迎大家留言 是吧 我们来互相的这个分享 那我可能也会 如果说发现 某位朋友说的特别这个有道理 我可能也会借鉴 我可能也会分享过来 然后呢 当然至于说 这位朋友所说的 这个主观引导性呢 因为我是发表我自己的看法嘛 当然肯定就是比较主观的 对吧 当然我还是在简单的 这个回应一下 这位朋友就说 我为什么说是谭崩啊 当然这个谭崩呢 就像我刚开始一开始说 我说他其实不是 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说 大家坐在那儿吵架 吵得脸红脖子出 那个才叫谭崩 他谭崩了就是双方 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在我个人看来 这次布林肯的 我们从他们已经结束会谈以后 中美双方所发表的这些声明啊 等等做出的相关的动作 包括我今天和大家才分享的新闻 你都可以看出来 中美双方这个是 这种没有任何的共识达成 而且肯定 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 接下来就是互相要出招 实力 看实力 说话 一定是这样 中共我一再说 它是一个非常 这个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它是这么一个习惯 这个体制 它非常有这个突出的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呢 它因为中共它自己说嘛 它是迷信那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 所以中共是特别迷信暴力的 中共这个它为啥老是就喜欢杀呢 是吧 也非常暴力的这么一个 它统治老百姓非常暴力 它就是相信 它只认这个 对吧 它就觉得要靠实力 只认这个实力 那么它如果没有在实力上的较量上 真的被美国给打趴下了 给打俘了 你要让它就轻易的说凭你嘴皮子 说几句话 我就不支持俄罗斯了 然后我也就不在中东去这个搅局了 然后我把什么 我这个就是什么 低价倾销的这些政策 我全都把它给停留 根本就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 我说了 中共它是一定要 比如说这个建了棺材不掉泪 你就建了棺材 你得把棺材打开 让它看看尸体 它还掉不掉泪都还不一定 这是中共 这就是中共 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所以我说的谈崩 就是大家 没有任何的共识 接下来一定就是互相出招 这个烈度会达到多大呢 这个还不一定 我此前也问大家说了 我个人觉得 以拜登的 他的过去一贯的做法 他可能顾虑到 现在是美国大选年 所以他不太可能说 跟中共打的是这种 昏天黑地 打到那种 全面开战似的 不会打到那种 他可能会是 比较有限的出招 来制裁中共 双方肯定会有一番 这个短兵相接 这个是 我是比较肯定的 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 谈说 我认为这次应当是 谈崩了 大概这个意思吧 好的 就回应一下这个朋友啊 第二个 第二位朋友呢 他是这么 这么留言 他是说 老兄看得十分透彻 这得强调一点 我是股东 不是奴才 哪怕我被剥夺了一切 我也是被洗劫意空的股东 这位朋友 我觉得可能应当是 就是跟昨天 因为也是昨天 那个节目的 这个留言啊 就是 我觉得他其实表达了很多 他一看是 应当是大陆的朋友 因为是用的是简体词 是吧 而且你看这个意思 应当是在大陆的 的确是这样 我相信可能在大陆的 这个朋友 绝大多数 除了那个极少数 他就是一心想上爬 是吧 跟中共去这个 就是 要去跟中共 站在一块的 是吧 这种人 除此之外 绝大多数 我觉得大家 其实都是有 这样一个概念的 心里都清楚 自己其实并不是 中共的奴才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中共 他就已经 强悍到这种程度了 他已经垄断了 整个大陆社会的 所有的资源 就连你最基本的 我们才做这个新闻 水电器 最基本的 你要做饭 要洗澡 你的名声 对吧 衣食住行 最基本的需求的东西 都被他垄断 捏在手里 成为 要挟你 成为对你施压的 手段 工具 工具和武器 想割你韭菜 就割你韭菜 想收你多少钱 就收你多少钱 一升油 别人拿的那个量杯 大家看到有那个视频了吧 去那个加油站去加油 拿那个量杯 我加一升油 最后加出来 就只有700毫升 被他吃掉 三分之一 他就 一个人他就偷掉你三分之一 就这么公开抢 他就是 中共就是这么流氓 他就是一 我就说他就是 黑帮加流氓 对吧 你甚至会觉得说 我相信在大陆朋友 就说 你骂他流氓 骂他黑帮 都觉得这个词不够 你会有这种感觉的 你会觉得说 骂他流氓黑帮 都不够啊 我都形容不出来 他那种不要脸 他那种邪恶 你会有这种感觉的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有这种感觉 你甚至觉得 我拿着这个新华字典来翻 你都觉得很难找到 一个合适的词 能够形容中共 这么邪恶 这么无耻 你都觉得程度轻啊 说的什么这个 罪恶滔天啦 诸如此类的 这种形容词 你都觉得都轻了 他就是给你这感觉 所以为啥我昨天才说 我是中共 它的那个毒啊 它是一个剧毒的体制 它的毒是来自于 它的DNA的 它其实跟 它不是一般的 正常社会的人 不是常人 所能够有这么坏 这么邪 这么毒的 一般常人 坏不到那种程度 所以中共这个东西 它其实非同一般 它的这种邪恶 当然我觉得这位朋友 所体现出来是很多 我相信是比较代表性的 很多大陆朋友 都会认为说 自己才是真正是国家的 其实他说我是股东的 意思就是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应当是 国家的公民 我们是希望能够 股东嘛 是希望能够 以一种民主的选举 因为只有在民主制的 情况之下 公民 选民 你才是主人 那谁上台去当这个总统 那是你的手里的选票 说了算 所以你是主人 他是为你服务 他是为公民服务的 在民主的国家 继续是这样 所以我在我的理解 这位朋友 其实表达的应当是 这样一层含义 就希望自己应当是一个公民 应当是一个国家的主人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被中共这个土匪 这个流氓给死死的 给压制住了 所以就 但是心里是不认同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为啥 我一再跟大家说 虽然我们这大陆的很多朋友 可能在某些这种思维方式 和形式做法观念上 受中共这个长期洗脑 可能和这个正常社会的人 有点不一样 但是其实我相信 大多数 甚至绝大多数大陆的朋友 他的本性 那个人性是在的 善恶 这个善恶 这个好坏 是非的标准是清楚的 只不过就是被表面上 被中共给压住了 说不了话 发不了声 甚至很多好事 不是大家不愿意做好事 是大家不敢去做好事 你一做了 中共就用法律的方式来治理 来惩罚你 所以为啥那老人 没有人敢倒地了 没人敢去服啊 或者说还有其他 很多类似的这种 就是大家不敢去做好事 是因为中共那个法律 建议勇为 你敢去建议勇为 回头就把你关进去 关多往年 他是这种 就中共那个体制 他是打击好人的 鼓励放纵坏人 他就是这样一个黑白 善恶都颠倒的一个机制 一个体制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 下面还有这位朋友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苏纳克讲错了 中国根本不是什么 威权主义国家 他是极权主义 领导人的控制力 甚至比古代皇帝还要高 古代没有监视器 没有人脸识别系统 也没有那么庞大的网络监控部队 我非常赞同 我非常赞同这位朋友的观点 中共我昨天节目中 我还在跟大家说 中共它真的就是 它是一个极权主义 是极端的极 不是那个极中的极 中国过去古代 从秦始皇 大家知道 它这个大一统 这创立了这么一个体制 历朝历代下 它是中央极权体制 这个中央极权 它是极中的极 极和极会 那个极 跟中共这种极权 极端的极 完全是两个概念 过去的皇帝 虽然他也是前纲独断 但是过去的皇帝 他是有他的约束的 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想象的 更不是中共所说的那样 他想干啥就干啥 没有任何的顾忌 过去的皇帝 他要受很多 受这个祖宗家法 受这个儒家伦理 道德的这个约束 包括受这个严官的 又说为啥有这种海瑞骂皇帝 他抬着棺材上朝廷去 这个大骂皇帝 皇帝拿他无可奈何 他为啥会有这种事情 出现大家觉得 那要大家想象 你按照皇帝说 一刀拿拖出去砍 没这么简单 过去的皇帝其实要做事 他是有很多限制的 他的权力 说白了 用我们现代的话说 他的权力在某些程度上 某些方面也是被限制住的 是有约束的 有制约的 是被关在笼子里的 某种程度上说 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现代人 所想象的那样 恰恰只有中共才是真正的 完全没有任何道德约束 没有任何这个就是制度上的约束 他真的是真正的想干啥就干啥 想杀人就杀人 想割器官就割器官 想抢你钱就抢你钱 而且还要打着冠冕堂皇的名义 抢了你的钱 然后还要你来给他感谢 表达感谢 他是这样子 他就邪恶到这种程度 所以就像这位朋友说的 现在中共他还有了这种 数字极权高科技 人脸识别 监控大数据 所有你的一举一动 全都掌握在手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作为一个个人 就像刚才那位朋友所表达的 其实是一种挺悲哀的 生活在大陆真的是一种悲哀 虽然你知道自己是主人 是股东 但是呢 你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剥夺掉你的所有的一切 真的就是一种悲哀 所以为啥这么多人 一个号称第二大经济体 号称是吧 正在这个要东升西降的国家 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人 宁可走线啊 冒着生命危险都要掏出来 这个是绝无仅有的 空前绝后的 这种现象 好的 下面这位朋友呢 是提到的 他是一个反馈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他是说 百度连夜改词条的行为 正是对该词条的一个生动的诠释 致此已成为一个行为艺术 这个我也是比较赞同 我们昨天和大家谈到了 百度改词条 就是他这个行为的本身 就恰恰证明了 告诉了人或者说 什么叫威权主义 他恐慌成恐怕成 怕成那样 所以我才跟大家举例子 和那个护城峰是一样的 那个护城峰接到那个直播 一个电话打来说 你能提个问题 你说习是不是独裁者 他吓得哇在那 是吧 马上就撇清 你这疯了怎么怎么的 他这么看上去非常夸张的 非常这种就是震惊的这种反应 赶快拼命的切割 不断的切割 跟我没关系 怕成那样 就表现出那种恐惧和恐慌 他本身就非常生动的 告诉给了所有人 习近平是不是 他不是一个独裁者 他就他为啥后来被封杀掉 就是因为这原因 因为中共官方就是中宣部网信办 他们就是这么来看的 他觉得你这种表现 你比那个打电话来提问的人还要恶劣 你造成的舆论影响 比那个提问的人还要大 你等于是你用行动在证明习近平 就是一个可怕的独裁者 只要提了他一句你就死定了 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把他给封杀掉 所以我为啥才跟他说我开玩笑 我说他可能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没听懂 或者装没听清 我没听清你说啥把他挂掉 可能也许他还有希望能他那个账号能够活下来 以他先那样事的一个反应 肯定中共要干掉你的 所以我就这为啥 我说中共他这个邪恶呢 你以为你表态你站队了 你在支持他 你跟他是站一边的 他照样杀掉你 照样干掉你 他可不在乎说是因为 不会因为说你表态站队了 你是支持他的 他就放过你 这就是中共的邪恶 他跟任何正常社会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 下面呢 这个还有一位朋友 这个我 他比较长啊 说的比较长 他大概意思他是说 王毅呢 这个普通话是说的自证腔圆的 应当是很清晰 可以听得明白的 美国的版本 为什么会有听不清楚的 这个字样的出现 就说明习皇 当然是皇帝令皇 他就说习近平嘛 对美国是根本就不想让步的态度 没有把王毅的这个讲稿的副本 事先交给布林肯 就说明习近平他就是要和这个普京 要捆绑在一起 鱼丝网破 要直求对决美国和北约了 然后呢 他说这个俄乌战争呢 他习近平是想要能打多久就打多久 同时呢 还利用这个美国的这些白左学校 现在不是在抗议吗 这个包括反这个以哈战争 反以色列 反犹太人运动等等 来干扰削弱美国在台海南海 对中共的军事挑衅 同时呢 他觉得他说习近平呢 已经有觉察到美国现在是在台高筑 美国军火库有供应不上 可能就是因为 尤其是这一次针对着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援助 这个问题 就是比较有点跟不上了 而且呢 也知道说美国欧盟的经济离不开中国市场 还有就是包括这个芬太尼战争 让美国每天都死亡超过200人 每天死亡超过200人 发动这场鸦片战争 所以也就是说习近平他觉得他手里还是有牌的 所以他就敢把这个 这场和美国的对抗 他要继续打下去 他是他最后有一句 他说习皇相信他能握有叫板美国的王牌 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是比较客观的 比较客观的 基本上他反映出来 就是习近平他觉得他能够 跟美国经济对抗的手里主要的牌 的确是都包括在内了 也就是说呢 一方面呢 他习近平利用这个两大战争 是吧 俄乌战争 习近平直接的在支持俄罗斯 以哈战争 习近平现在把这个哈马斯和法塔合同 列在手里 刚从采奖这新闻 他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开会 表示我对他们有很强的影响力 然后呢 这个毫无疑问 都是在分散美国的经历 分散美国的外交资源 军事资源 经济资源 然后呢 这边他在搞这个低价倾销 是吧 来摧毁欧美的这个市场 打一场这种贸易战 贸易战争 与此同时也打这个毒品战争 就是超限战 现在因为分泰尼 大家不要小看 就是自从这个中共开始 对美国发起这个分泰尼战争以来 美国这边有一个数据统计 死亡杀死的美国人 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 所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那个总和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场分泰尼战争 为啥美国现在越来越紧张 每次和这个中共的会谈 都要提这个分泰尼的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数据统计 美国自己都下注了 我们现在死的人被中共杀死的 已经都超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和 而且还止不住 每天还在死 大量的分泰尼还在输入进去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现状 所以我就比较认同这个朋友 这个看法就是说 他针对着 在习近平看来 他觉得他手里依然是有牌的 他甚至可能都觉得他还占上风 你知道这我看习近平 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他觉得他现在占上风 要不然为啥这次布林肯来访华 这个胡叼盘是吧 得意洋洋的写篇文章 说这个布林肯是上门来恳求我们的 他是叫做恳求之旅 他是来求我们的 他为啥这么得意呢 就是可能中共体制之内 他们普遍都有这么一种判断 他们认为至少现阶段 看起来中国是占上风的 所以美国是处于居下风 当然这个话又说回来 我就觉得说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他们很多的这种措施 在应对中国的 应对中共的这个措施上面 的确在我个人看法 我认为是有一点太软弱 太软弱 所以为什么才会出现说 拜登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一个那个博明 对吧 就是此前川普时期 曾经担任的这个 国安的副顾问 还有那个加拉格尔 他们都明确地提出来 就是说拜登也现在太软弱 我们跟中共 根本就不是竞争关系了 我们就是这个敌对的关系 你必须要上升到这种程度来 要拿出更加有力的 更果断的 更强硬的措施来 你才能保卫美国的利益 否则的话 美国你还要吃很多的亏 还要受到更大的伤害 差不多应当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一点的 当然就像我之前啊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判断拜登对中共的这个政策呢 他一直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他就是那个赛跑的模式 我一再给大家打这个比方 拜登他想的 就是想和中共来赛跑 我们管理竞争 我们不要发生直接的冲突 就是好比就是赛跑嘛 我们不要有身体的接触 我呢 凭我的实力 我跑在你的前面 的确是 美国因为实力毕竟还在那嘛 无论是经济实力 军事实力 还是各方面外交实力 是吧 我有这么的盟友 肯定都是占上风的 所以呢 他就老是觉得 我们在跟中共在赛跑 但是现在你看习近平 不跟你玩赛跑 他跟你玩的是擂台赛 习近平他使的招数 全是打擂台赛的招数 我背后给你插刀 我给你下毒 我什么下三滥的招数 他全都来 只要能搞死你 什么能搞死你 我就来什么 这就是中共的概念 他是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你去跟他去沟通 我平凡的去访问 当然看起来是先里后兵 有这么一点这个味道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力度是不够的 中共 我一再说了 中共它是极度迷信暴力的组织 你不拿出实力 把它给垂扁了 把它给打腾了 他根本就不可能 真正的有所收敛 他的那些 偷鸡摸狗的那些 背后的做的那些动作 是吧 他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好的 我们今天呢 这个和大家 OK 今天呢 差不多都快一个小时了 我们也就不拖得太长 对吧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 这个反馈 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 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民调 我们会这个及时的和大家 分享朋友们的一些 这种非常好的一些观点 但如果朋友们有疑问的 你也不妨直接的提出来 我会这个 我每天我都会至少要回应 大家一个问题 每天的节目 是吧 就是对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疑问 大家一起来这个交换思想 交换观点 一起来这个见证这场百年大变局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